再看了解适用的财务和编制基础 这主要他的 要了解适用的财务和编制基础的要求 以及会计政策变更 变更会计政策的原因 他有什么样的会计政策 以及变更会计政策的原因 并评价背景单位的会计政策是否实大 是否与适用的财务和编制基础是一致的 凡是说 背景单位他为了什么 假设他的折旧政策 他还是为了更换设备 或什么样的而改变折旧政策 或者今年呢 他的因为什么 因为业绩比较差 所以他想降低成本 改变折旧方法 那肯定都是不当的 所以你要看他的 是否与适用的财务和编制基础一致 你要看他改变会计政策的合理性了 交易类别这些可能会出现什么 重大挫暴风险的啊 你要注意 如果银行 业的贷款和投资 医药业的研究与开发活动 这什么意思呢 假设这个医药行业的 他的研发必须要达到多少比例 这个就与重大挫暴风险相关 要注意啊 我们这里讲的相关交易 为什么打银行 相关交易类别 相关交易类别账户余额和披露 相当于就是什么 这个特定行业里面 容易出现重大挫暴风险的 这叫做出现重大挫暴风险的 如果他有这些行业的惯例或者是有一次要求 你要医药行业的研究与开发活动 他的头路 银行业的他的贷款和投资 他能不能自己投资 这些都有银行业 他都有规定的 因为有的贷款 你房贷 你不能超过多少比例 是吧 你整个企业 你整个银行的贷款 他都可能在财务外表上面会做补兵 收入确认的政策 这行业惯例啊 你电信业 我们说到你 存化费送手机 这个手机怎么处理 他是作为成本 还是销售手机的一收入的一部分呢 金融工具以及相关信用损失的会计处理 这金融工具 他的会计处理新型金融工具 外币资产负债与交易 这些都在会计实物中可能会出现的异常会复杂的交易 包括有新型领域的交易 这个可能有一些可能是什么 会计准则还没有规定的 你看这里讲到对加密货币的会计处理 电子货币的 处理加密 货币的这个会计处理 这些你在审计的时候你都要考虑他的一个实物 这都对你来说可能存在着风险 可能存在着风险 被计处理 可能会出现挫暴的地方 了解会计政策的选择和运用 这里主要是看到什么 发生变化没有 发生变化的原因 当然我们要看他实用的财务和编制基础的实用的会计政策是什么样的 背景那外用于确认计量猎豹的重大和异常的交易的方法 你要去了解 了解他是 会计政策有什么要求 在缺乏权位性标准或者有公司有争议的新型领域采用重要的 会计政策产生的影响 以及环境的变化 导致什么 他的会计政策的变更 包括实用的财务和编制基础的变化 这些都可能会对你会计处理会产生变化 新颁部的会计准则法律法规 背景那会采用的 时间 有的可能提前采用 新的准则 这些 他是否遵守了是否遵守了这个 你可不可以提前采用 以及有一些 法律法规的一些要求 到底遵守没有 这都是 影响到会计政策 我们再看了解雇有风险因素 什么叫做雇有风险因素呢 甚至在不考虑内部控制的情况下 导致交易类别 账户余额和披露的某一论定 易于发生 错暴的 因素 也就是说这些因素 他可能使某一个论定 产生错暴 也就是说他这个因素 导致的 重大错暴风险 他是 论定层次的重大错暴风险 他是在不考虑 内部控制情况下 也就是说 他是一种固有的 一种情况 假设收入 我们 简单的 就收入他容易被舞弊 他就是一个 固有的 或者有一些 复杂的一些交易 他也是一则 他固有出错的可能性比较大 我们刚才讲的这都是一些固有的因素 如果是有内部控制去防范他 假设这个企业 他可能有 治理层有严格的监督管理层 那你说收入他容易 有舞弊是 管理层的还有一种什么 舞弊的因素 或者企业的里面 他有相应的内部控制 来防止某一个错过的发生 假设必要复杂的业务 那企业呢 他在 会计记录的时候 你要去严格按照准则 认证分析 他就不容易错报 所以就是因为有固有 出错的可能性 他就会导致认定 会发生错报 那企业如果是 比较 规范的企业他就会建立内部控制去防范他 这样的重大错报风险的就会降低 那么我们在考虑 重大错报风险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 固有的风险因素在哪里 这固有的风险因素就实际上就是讲的是什么 这个 重大错报风险 发生的一种原因 所以他是在不考虑内部控制情况下 导致这个交易类别 账户余额和披露的 某一轮点发生错报的一种 因素 也可说是一种原因 假设没有这个内部控制 他就会完全暴露出来 这就叫做 固有风险因素 那我们前面 讲过了解 背景那位 机器环境 适用的财务 编制基础 以及在了解适用的财务 编制基础的时候 还包括了 背景那位 他采用的 适当的会计政策 以及会计政策的变更 我们都要去了解的 是吧 我们在了解说 注册管理师还需要了解 在编制财务 财务报表时 固有风险因素 是如何来影响各项论定 抑郁发生错报的一种可能性 就说这种 在 我们了解的时候我们要考虑 可不可能有 导致 财务报表出现错报的这种原因存在呢 这种固有的原因 相当于从骨头里面都有的 是吗 就像你这个基因不好一样 那 内部控制就像 医生 我要把这个什么 你可能 原来的固有的一个毛病 那我 这个把你给你治疗好 一样的去发现 去治疗或者我们的采取预防你先天 不足吗我们的可能预防 这家内部控制的作用 那么我们在了解 就说在 了解备形单位机器环境了解适用的财务和编制基础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考虑 固有风险因素 他有没有 难过来考虑内部控制的问题 所以我们 在 这个新的准则里面要求是 固有风险 可控制风险因素呢是要什么 是要分开 分别进行 评价的 看他对这个重大错报风险的影响要分开进行评价的 这是我们在做风险评估也就了解备形单位机器环境 适用了财务和编制基础的时候我们要考虑 固有风险因素 他可不可能 导致 这个论地异于发生错吧 因为没有内部控制他就会一定会发生叫做异于发生 所以大家要把这个概念要搞清楚 因为 这个内容是我们 今天教材新增的内容 也是作为我们考试的重点 那固有风险因素 可能是定量的 也可能是定性的 并影响认定发生错报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这个固有风险因素 他是 异于发生 我们刚才说了 他是异于发生错报的 一种可能性 这个固有风险因素 这个因素存在 他就容易导致 导致财务网表发生错报 那么导致财务网表 发生错报的 这固有因素呢 有哪一些呢 固有风险因素的是五个方面 第一 就是 这前面啊 就是 有关 事项和情况的 复杂性 有关事项和情况的主观性 事项和情况的变化 以及事项和情况的不确定性 还包括 管理层的某一种偏向 或者其他 舞弊风险因素的存在 这个 第五项 更多的是一种主观的 与管理层相关 管理层态度相关 而这些更多的是客观的 客观存在的 这就是 固有风险因素 他是 我们的一般是站在 按照适用的财务 编制基础 来编制财务信息的时候 而言的 也就是说 我们更多的是站在 论定层次的 哪一个论定容易发生错报 那固有风险因素 对交易 账户余额和 披露的影响 我们刚说 固有风险因素 他会影响 论定 论定就是 交易账户余额 披露的论定 他对他有影响 我们刚才说这五个方面 他都是对 这个论定是 抑郁发生错报 产生影响的 我们看 某类交易账户余额和 披露 由于其复杂性 或者主观性 而导致抑郁发生错报的可能性 约是复杂的 一些业务 那你就 你想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收入比较复 这个收入比较复 那么 这个收入 应不应该怎么来确认收入 他就容易发生错报的可能性 还有主观性 那么这个复杂性主观性 应于 发生错报的可能性 通常与变化和不确定性 程度密切相关 那么也就是说这几个论定呢 他是紧密相连的 他也与 他的变化 有时候变化了 业务变化了 或者有一些不确定性呢 不确定性与主观性也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等于回来看 这 五个因素 他的具体的含义 我们先了解一下 就说这几个因素 他们之间关系 如果某类交易账户有何披露 由于其 复杂性 主观性变化和不确定性 而导致抑郁发生错报 那么这些固有风险因素 可能为管理层偏向 创造了机会 看到没有 这四个因素 又为管理层偏向 是不是一个因素啊 创造了机会 并影响由管理层偏向 而导致抑郁发生错报的可能性 抑郁发生错报的可能性也是固有风险 固有风险因素吗 我们看 某些事项和情况 影响管理层偏向的因素 导致抑郁发生错报的可能性 这些事项也能 也可能影响其他 5B风险因素 导致抑郁发生错报的可能性 抑郁发生错报的可能性 就是讲的 固有风险因素吗 是吗 也就是管理层偏向 它也影响到其他5B风险 因素 所以这几个因素呢 它是相互影响的 它是相互影响 大家把这些 概念性的东西 多读两遍 特别是假设是 选择题里面 它说 复杂和主观性 它通常与 变化和不确定性的程度密切相关 那么其他四个 客观因素 会影响到 管理层偏向 主观因素 管理层偏向 实际上它就与 其他5B风险因素呢 是相关联的 那我们为什么了解 固有风险因素呢 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看 这个事项 它出错的 异于发生挫暴的这种可能性呢 这个很简单 我们 现在是风险导向审计 我们要评估重大挫暴风险 所以了解 辈子那位机器环境 以及和适用的财宝和编制基础 有助于注册管制识别 可能导致 各类交易账户余额和披露的认定 异于发生挫暴的固有风险因素 也就是说 你 一定要去了解背景单位 这些环境 你了解了之后 才什么 才有助于去识别它 我们 一定要识别这个固有风险的因素存在 然后评估它的 对财务报道的影响程度 叫做评估重大挫暴风险 先有没有这个固有因素存在 所以呢 我们了解背景单位就要识别是吗 你了解背景单位 就要识别 有没有这个 固有风险因素的存在 了解固有风险因素 如何影响认定抑郁发生挫暴的可能性 我这一反过来我看这个固有 风险因素 他可能会 引起哪一个认定会出现错报 有助于注册官司初不了解错报发生的可能性和重要程度 这就是重大挫暴风险 并帮助注册官司按照审计准则规定识别认定程度重大挫暴风险 你说啰不啰嗦这讲的 是不是 就要看有没有 导致 你这个 致病的基因存在 有致病基因存在 那就 可能有什么 可能有你得病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就这样意思 然后呢 这就是 重大挫暴风险 先看基因 这就是 固有风险因素 那我们再去治疗去预防去治疗这些措施去锻炼身体啊 去吃药啊 这就是相当于 内部控制 这相当于内部控制 如果这个内部控制做好了 你就可能会健健康康 是不是这样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固有风险因素是 如何来治病的 导致你 出现疾病的 有之于注册官司初不了解挫暴发生的可能性就是看你什么 你得病的这个可能性啊我们 专业属于去了解挫暴发生的可能性和重要程度 我们风险评估就是要看 风险发生的这种可能性以及他对财务外面的什么影响程度怎么样 这叫评估 我们所以对风险因素我们叫识别 知道吗 识别 固有风险因素 来评估 重大挫暴风险 所以帮助注册官司按照审计准则来识别认定层次的重大挫暴 风险这个来是可能表述有点问题应该是来评估 当然呢也有的说 有这个识别风险因素之后 我们来识别有没有认定层次出现重大挫暴的可能性 也可以来说 再来评估他的可能性和重大程度 也有的说在识别 认定层次重大挫暴风险 根据什么 根据识别固有风险因素来识别认定层次重大挫暴风险就是认定层次发生重大挫暴的这种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呢与这个 他本身挫暴发生可能性和重要程度是相关的 因为你认定层次重大挫暴风险吗 我们讲过是吗 你到底重不重大吗 重要程度可能性风险吗 是吧你识别就是有有哪些挫暴吗 有没有挫暴的 有没有就像致病的基因一样的 所以重大挫暴风险 这几个字啊 首先看有没有挫暴 然后呢看他重不重大 然后看他的可能性 就重大 风险 风险就是可能性 我们再来看看可能表明财务报表存在重大挫暴风险的事项和情况 财务报表存在重大挫暴风险 我们说有报表层次 有认定层次 我们首先看可能表明存在认定层次重大挫暴风险的事项和情况的事例 就哪些情况是 这个可能产生什么认定层次重大挫暴风险 刚才讲过 固有风险因素 如果是与 使用了财务报告编织基础相关的这些固有风险因素 他就会导致认定 亦发生错买的可能性 那这固有风险因素有哪一些呢我们还回顾一下啊 是吗 你看你现在想想哪些因素啊 这要背出来这个很基础的内容 第1个是什么 复杂性 第2个是什么呢 就是 他的主观性 第3个是 变化 第4个是什么 是不确定性 第5个 啊就难记一点啊 就是管理层偏向 或者其他舞弊风险因素 那我们看看这5个因素 什么叫做复杂性什么叫做主观性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一个 黑颜色的啊都是 更多的是与 事项和情况与背景的事项和情况相关 第5个呢可能这是什么 比较主观一些 虽然这里讲的这个主观性都是讲的客观存在的这个事实 是不是 也就是说这前面这4个都是 事项和情况相关 我们来看看 什么叫做复杂性 复杂性是讲的 这是有信息 这个信息什么叫信息呢 就是说 使用了财务和编制基础 所以要求的信息的编制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 会计记录 有会计记录 他的性质 这是有事项的性质或者编制所需的信息 方式导致的 包括编制过程中较为复杂的情况 这讲的这个业务复杂 你可以看这里面都是体现复杂几个字啊 在高度复杂的监管环境中开展业务 这复杂吧 高度复杂的监管环境 第二存在复杂的联营和合资企业 他就容易出现错暴 是不是 设计复杂过程的会计计量 使用表外农资 或者特殊目的的实体 你到底是怎么处理合不合并 以及其他复杂的农资安排 在这里面就可能会涉及到一些 也有主观性的问题啊 我说复杂性这些因素 这个事例并不表明 只与复杂性相关 有的时候将会计计量 他就有什么 他与 他的这个主观性可能有有关 这是只是跟你举这个例子 并不表明这些例子只是会有这个复杂性 其他也是一样的 我们再看第二个叫做主观性 什么样主观性呢 是由于 BaseNav的他的知识和信息的可获得性受到限制了 那么有一些那可能 客观编制所需信息的能力存在 局限性 因此管理人需要对采用适当的方法 或者财务外表中相关信息做出选择和主观判断 你只要折旧 还有什么 收入的 确论 有些收入的确论 你要估计 特别设计要估计的 这里面包括也是 你看某项会计估计 具有多种可能性的衡量标准 有多种可能性 例如管理人 确认折旧 折旧费用 或者 建造收入 和费用 他可能 你要考虑 怎么样来确认他的收入 这就可能要有 有一些建造收入可能要估计按照他的进度啊 还是按照他的投入的 成本啊 来确认建造收入啊 这都是要设计到什么有多种可能的衡量标准 这就是 适用了财务 编制基础的要求 然后结合背景到的具体情况 然后来主观判断 啊主观判断 管理成对非流动资产 估值技术 或者模型的选择 这就涉及到有一些什么 供应价值计价的 你采用什么的模型怎么样来估值 这就是涉及到一种主观的 涉及主观性的 那个变化 变化是最多的 因为企业时时刻刻在变化 随着时间的变化 背景然后来经营 经营规模 他的经营的业务 经济的环境 以及会计监管 以及所属的行业或者经营环境中其他方面事项 都会发生变化 包括会计准则的变化呀 等等是吧 你生产经营的变化开发出新的产品呢 其反映在所需信息中的某些事项和情况 在财务挖掘期间和不同期间之间发生 我们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的折旧政策 我们说一般的话应该 隔期要保持一致但是那他可能发生变化呀 而变化你如果是 你还是按照以往的这个折旧政策 那可能 就是对现在的财务外交编制来说就是一种错报 所以这个变化影响很多 我们的给大家归纳成五个方面 教材里面很多列举了很多 这个我们了解一下 例如在 经济不稳定的 国家和地区 或者不同的市场 开展 开展什么业务 由于他的业务比较复杂 那么他可能会随时发生变化 经济不稳定的这个地区呀 这里面都可能 有一些变化 那这一变化呢 在我们会计处理上面 要有所反应假设在这个 不同的国家 不同国家可能受到管制假设他的这个 资金受到管制 那你发出去货 你能不能确认收入 如果他的 资金不能回流 那你就不能确认收入是不是啊 不能确认收入 这就是要要考虑这些情况变化与你尽管以前是在 为什么叫不稳定呢 不稳定的市场呢或者不稳定的国家和地区呢因为你原来可以确认收入你现在 他 发生了变化 持续经营和资产的流动性出现了问题 资本和借款的能力受到新的限制 这也是发生变化呀 流动性出现问题甚至你的银行账户 冻结了 那你 这个 持续经营就出了一些问题 那么你要考虑 持续经营的方面的披露 这都是呢 会影响到我们财务报表论 开发新产品或者提供新的服务 你开发新的产品 比如这个变化会有什么影响 你新的产品要不要提相关的准备呀 你可能 大量的退货呀维修啊 开发新的经营场所 这都有一些变化 我们在会计处理上面都要有所考虑 所以呢 它影响到我们的财务报告编制的相关信息 关键能源的变动 信息技术环境发生变化 采用新的会计准则 这些都属于什么都对你的 会计信息会 产生影响 新的法规 对影响以及经营活动 或者财务业绩受到监管机构 或者政府机构的调查 这也会影响到你的计价 你新的法规 出来之后 可能呢假设 你环保法出来之后 你这种产品基本上不能生产了 你这个设备就要什么 就要减职 就要具体减职 你如果不具体减职 那就容易造成什么 认定层次重大挫暴风险 包括资产的 这个准确性计价和分摊的认定 会出现错保 那不确定性 当信息 当所需信息不能仅通过 直观 观察可验证的充分 精确 而全面的数据 编制时 会产生不确定性 也就是说你没有可验证的数据 那么他的结果就具有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往往与主观性 相关我们说的会计估计 设计大量 计量部的不确定性 这就是 有不确定性事项 那就需要你靠 主观的去什么 去估计他 所以你看不确定性 与主观性的紧密相连这个因素 是吗 因为存在不确定性就导致的主观性 存在未决诉讼 或者货有负债 未决诉说货有负债 你想这个货有负债里面 假设 售货的质量保证呢 你新的产品呢 我们刚才说 有变化有新的产品呢 有售货的质量保证呢 财务担保啊 或者环境的补救啊 你这个 造成环境的污染 要你什么 要求补偿一些 损失啊 那这都是有一些 或有的一种负债 这在 编制 会计信息的时候要不要考虑啊 但是这个 有没有可验证的数据啊 有没有精确的数据 很难精确 他就具有不确定性 我们再来看 管理层偏向和其他舞弊风险因素 管理层偏向 什么叫偏向 你偏向于什么 爱好什么 这叫偏向 是吧 他与特定的情况相关 管理层 他就 耗大喜功 他喜欢 假装上市公司啊 说上市公司他就喜欢 多级收入 他的业绩好一些嘛 而对于有些 适应企业呢 他可能会什么 他有某一种偏向 他是多级成本费用 少级利润 不同的管理层偏向不一样 这些情况可能导致管理层在作出判断时 未保持中立 他可能不会保持中立 他肯定 操作自己有利的方向 你包括会计估计啊 包括其他一些主观性的 这个主观性的一些事项啊 他可能是什么偏向于自己 就是没有保持中立 从而 偏向的话就会导致信息产生 重大错暴 这个重大错暴 如果他是故意的 一般偏向都有故意的啊 都可能有故意的 然后管理层呢 他就可能导致了什么 舞弊 导致舞弊 这些情况有哪些呢 首先编制虚载财务报告你可能错了 还包括遗漏披露 应该包含的重大信息 或者呢 有些信息的汇测难懂 你可能呢有的虽然说 有但是呢他那里的 看不懂 我们说我们的财务外表披露 就是要让报表使用者 能够什么 他的可理解性 你那人看不懂 这就造成了什么 披露论定的错暴 从事重大的观念方交易 以及大额的非常规非系统性交易 这很大量的 大大额的交易 这也是容易出现舞弊的 这是舞弊风险因素啊 如果在 你审计的时候发现有 联模有大量的交易 也有大额的交易 那么这个大额的交易很可能是 企业 为了完成业绩要虚构的交易 包括公司间交易或者期末发生大量的 收入和交易 或者按照管理层特定的意图 记录的交易 特定意图 按照管理层特定意图 这个特定意图的可能是 他故意的舞弊的啊 想舞弊 他本身没有这个意图他说 这个意图 他说这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这是看到的意图啊 他就涨上去交易性资产了 他可能长期持有了 他本身长期持有了 所以这些 都可能会 是 管理层 他某种偏向或者是 管理层一种舞弊的一种因素 所以要从这些方面 来表明 可能有这些事项 表明存在 论定层次重大挫暴风险 这是 我们的准则指南里面给了一些举例 我们教材也借用了这个举例 大家可以 看一看 那我们再看看 什么情况下可能表明 存在财务报表层次的重大挫暴风险呢 存在报表层次重大挫暴风险的情况 有哪一些 第一个缺乏具备 会计和财务报告技能的这些员工 也说会计人员的业务能力差 他很可能记错账 但是你知不知道 他很可能在哪些方面记错账啊 你不知道吗 你不知道 我们说报表层次重大挫暴风险 我们只知道这个挫暴的有这种挫暴的可能性 非常大 但是呢我不知道是哪一个账户哪一个人你出现挫暴的叫报表层次重大挫暴风险你说缺乏 会计 或者是会计支持财务报告 这样技能的这个员工 我们只知道他记错账的可能性比较大 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哪些方面 知识欠缺 他是收入确论 他没掌握好 还是呢 会计估计 某一方面的这个 价值估计方面没掌握好 导致记错账不清楚 不清楚就是报表层次 另外就是控制的缺陷 我们记住关键的控制的缺陷 那么控制了我们后面会讲的他有五个要素构成 五个要素是不是所有的控制缺陷 都会导致报表层次重大挫暴风险呢 No 五个风险一说里面的 内部环境 风险评估和内部控制监督 他与认定没有直接联系 通常情况下啊 这三个因素 他的缺陷 导致的是报表层次重大挫暴风险 那另外两个因素哪两个因素学过审计那的啊 以前学过了的 就是什么 信息与沟通 还有什么 控制活动 这是与认定相关的内部控制 他的缺陷一般导致的是什么 认定层次重大挫暴风险 那是 有控制所引起来的这控制缺陷 控制缺陷 就是 不是是所有的控制缺陷啊 导致报表层次重大挫暴风险 而是什么 内部环境记住 啊内部环境风险评估内部监督正的控制缺陷 或者管理者为处理内部控制的缺陷 他存在缺陷 或者有缺陷他不去跟着他一样的是吧 为处理内部控制缺陷 这就导致 可能有报表层次的重大挫暴风险 另外一个呢就是 以往发生的挫暴 和错误 或者本期期末出现重大的会计调整 以往有错误 你是屡教不改 这样的本性就有决定了是吧 或者呢本期期末出现 重大的会计调整 他为什么要做重大会计调整呢 那可能就是到期末了 他可能财务指标达不到 这一条那一条 什么 他就想呢在财务报表上做舞弊 但是你知不知道 可能是哪一个认定呢 因为他有重大调整 你现在不知道在哪些方面做调整 你表面上看这个调整他其他的方面可能还有啊 以往发生错误比较多 这就是 以往发生错误或者期末的重大调整 这是 表明 报表层次出现重大错误风险的情况 这个很可能在选择题里面会出现 多选题啊 多选题里面会出现 所以大家 注意注意 这个呢 是作为一个重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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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